一堂耳的无线麦真的成为了现在的趋势 珊珊来自的她也成为了这个行列之内 她就是Role Wireless Go 2 既然现在这么多的师兄弟全部都回来的时候 今天就跟大家做一个实测大比拼 让大家真的选择去购买的时候 都真的不用那么投行 今集一定要看到尾 因为真的有一个惊喜发现给大家 这条片一定会帮到大家 大家好,我是奇杰,欢迎大家收看我的频道 如果大家未订阅我的频道的时候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和按下小铃铛 这样最新科技的第一资讯立即给大家 今集的内容就真的比较多 好了,我知道我真的比较长气 Anson Jern常常都这么说 但我真的想把我所知的内容全部给大家 所以让我真的比较长气 不过大家不用担心 所以大家可以去我的描述档里面 看我不同的段落分段 有兴趣的时候可以重温的时候 都可以立即按下去选择看看 都可以的 World Wireless Go之前出现的时候 相信都是一个大改革 掀起YouTube第一个使用无线麦的热潮 事件一段时间它终于推出了第二代 而且功能也有不少改进 但究竟它是否值得买呢? 因为市场上已经有很多热门的一拖耳的无线麦 例如我桌面上有好几只 例如PicoMic 有Holyland的Lug 和Comica的Bomb X 和Wireless Go 2 以上这几只我都有个别的评论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时候 真的可以去看我个别的介绍 这个PicoMic 其实我真的挺喜欢的 不过它真的不争气 就算法国官方网站也长期没有货 香港又没有代理 所以真的很难买得到 所以用来跟它们比较 但又买不到 大家比较完看完也没什么用 所以真的可以先丢一边 所以今天我就是用这几个 Comica Holyland 和Wireless Go 2 与大家一起做一个比较 不过其实 我们的测试已经开始了 大家看到我 现在有三支麦克服在身上 大家如果有留意 螢光幕的时候 都会看到ABC这三个字 它们就代表了 三支麦克服不同的收音效果的时刻 因为我真的不想这么快开鼓 或者令到大家有先入为主的感觉 这样实质去听的时候 可能真的会找到你喜欢的声音 其实我想你留到最后 看完它 当然在中段的时候 留意螢光幕 我都会开鼓给大家知道 是不是很刺激呢 我现在把三个牌子不同的麦克服 分别放在这三个相机 1 2 3 这三部相机上面 大家又听一下 看看分不分得出是哪一个声音 我们的重点是放在后面的相机的实测上面 试试它们在距离 和抗干扰的比较里面 不过 之前我们都很快 将它们的比较 的硬件上面 和一些特色 做一个简单的对比 给大家有个参考 先看看它们的规格参数 我做了一个简单的表 做为一个比较 就是这里 大家可以看下这个表 就一清二楚 如果大家想详细看的时候 按个pause 慢慢自己看 都可以的 无线频段 大家都是2.4GHz的 电池上面 就真的最厉害了 它机制细细 已经可以用到7小时 其他分别都是4.5小时 和5小时的 不过值得一提的 就是甩的 虽然它的麦克服 这么细致 就只有4.5小时最少了 但是它有一个收纳器的 收纳器是比较大 可以用到7.5小时的 还有它的收纳盒 可以为到部机 提供充电 是多达2.5次的 那就是说 如果我们是 就是好像我们的无线耳机一样 去充电那样 放下去就立刻 帮我三样东西 全部一起去充电了 这样东西 其他两个就没有了 只计之麦克服 脖子就真是最细粒了 它只有20.5g 而Comica那个 就最大的 因为它的萤幕 就真的在上面 可以看到参数的 其他两支 就没有参数 和萤幕可以看到了 看回参数来说 它就真是最方便的 但是用轻巧来说 其他两支麦克服 放在相片里面 都是毫无负担的 都挺轻松的 接收距离 差距就大了 分别是50米 100米 和最劲的 200米 Role就真是远远赢出 不过实质是怎样呢 稍后我们会有测试 让大家看看 三星麦除了是内置收音之外 还可以外插一支3.5mm的麦克服收音 这样就真是方便很多 拍出来 也是外观好看很多 英俊一点 另外用途最多样化 就一定是Role Wireless Go 2 赢了 因为它一部机 就已经可以加上线 就可以连接到电脑 或者你的手机 立即录制或者做直播都可以 不用再配置其他外置 可以一机多用 所以这个功能就真的无得输了 Lug以上两个功能都是没有的 就算Comica 也要另外再购买一款 MI2或者UC2 才可以直接把它插到手机电话上用 其实型号都是不同的 如果真的用多方面使用的时候 Role就应该是你的选择了 另外最厉害 最革命性的就是Role Wireless 2 今次来到第二代 有一个最新的功能 在工作的时候 你真的接收不到 尤其是大家去做Job 做婚礼摄影 这么大印象的时候 断声又或者背向收音的时候 没有声就真的够不回 但是现在有了这个内置录音功能 大家以后就不用担心了 我相信这个 都是一个未来的无线麦的趋势 稍后我会跟大家介绍一下 它怎样应用 给大家知道 它是有多么重要 它们大家都是一拖耳的无线麦 而且还可以选择单声道 又或者是左右声道 Stereo 去操作 加上大家都有安全的收音模式 Safety Check 将你的其中一个音轨 就真的降低了-6dB 让你在接收声音的时候 爆了也不要紧 后期都可以收拾 大家在Receiver上 也有一个屏幕显示 可以看到参数就一清二楚 Comica 和Role 就真的要在上面才会看到 Luck 就方便一点 它正面就已经看到了 对于这个摄影师来说 一直看 Viewfinder 一直看参数 都方便很多 而且Luck 看上去就真的比较专业 因为它是一个螺旋式 就是旋转按扭 调价大四声 操作简单直接 而其他那两个 就真的要循环按键的方式 这样去设定音量 如果你真的较大声 或小声过了门的时候 就要不停按 才可以回回头了 充电的方式 就是Luck 是比较优胜 因为它是一个收纳盒 它收纳盒里面 可以放两支咪 和一个接收器 同样 是用一条线 就可以充电了 但其他两支 就真的要用三条线 分别为三部机 充电了 Role 里面 也是跟了一个收纳袋 可以安装三样东西 但是Comica 不是Comica 但是Comica 就是一分钱一分货 收纳盒和收纳袋 都是欠奉的 说到一分钱一分货 最重要就是 看看他们的价格是多少钱 据官方的售价来比较 最贵 当然是这个多功能齐全的 Role Wireless Go 2 港币是2890元 其次就是Holyland Luck 它港币2350元 最便宜的就是Comica 港币1950元 价格我觉得上算是合理的 因为大家的功能和特色 都真的不太相同 不过最重要的 当然是要看看他们的音质 能不能 听了这么久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现在A B C 分别是来自哪一支咪 现在可以猜 A就是Comica的咪 B就是Holyland的Luck 另外C就是这个 中间那个就是Role Wireless Go 2 不知道大家又喜欢哪一支咪的声音 好了 说了这么久 立即进入我们的测试的部分 首先就是做一个防风测试 之后就做户外的一拖二测试 最重要就是做这个抗干扰 最重要就是做这个抗… 最重要是做这个抗干… 喂大哥 搞不定 最重要就是做这个抗干扰的测试 同样 最后也是做这个距离测试 立即看看结果 看起来 首先就进行这个抗风测试 现在三支咪 都是会有个Dead Cat 附送的 首先试一下Comica 这个有个风口位 靠着风口位 就是这样去说话的时候 大家听的声音是否不清楚 之后我就再加个Dead Cat 即是风口隔离的时候说话 是不是会清楚很多呢 看看Comica表现如何 接下来出场的选手就是Luck 现在在风口位旁边的声音 就是这样 再加个Dead Cat 上去 再加上的时候 在隔离的风口位 就是这样 最后出场的就是Wireless Go 2 放在隔离的时候 没有加Dead Cat 就是这样 再加上Dead Cat 现在在风口位旁边说话的声音 就是这样 看看他的表现又如何 现在真的认真大阵着 因为我相信大家都会去餐厅吃东西 还有像Kiki & Me 一拖二两支咪 接着就会在餐厅上去吃东西 介绍一下美食 去旅行也会用 现在你看到我身上已经疯了 有三支咪 真的在这里 全部都亮着灯 周围的人都在看我 在这里发生什么事 台面也很大阵仗 其实我说了这么久 都是给大家听一下声音的 不过这次我们又做A B C的测试了 我就不说声音是哪部机发出来的 待会我们在字幕上 就会开估给大家知道 究竟这部机 A B 还是C 大家就猜一下 现在就是室内的声音了 不如也开鼓 开鼓是什么 哪个是A B B 还是C 好 好 现在在这部机 就是A7300上面的 就是Wide Let's Go 就是这个 这个就是A 接着就是Holyland Link 就是放在Z1那里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另外就是 在XT4那里 就是Cone Maker 就是这个 所以是A B C 不知道大家觉得分别和质量是怎样 现在也挺吵架的 在旁边也挺多人的 就是介绍我一尾程 这个是什么 黑椒牛柳粒 的红饭 对不对 A Sola 拿了 好汁 先吃一下 好咬口 哇 这饭很红 其实有点咸 哈哈 我不知道为什么 这些人能做到这么享受 这么恨 这一集内容先到这里 因为内容实在太多了 所以剪到眼都蒙了 留下一集 再和大家去到 全港无线咪 其中最害怕的旺角街头 进行抗干扰的测试 还会进行距离的大比拼 无线咪的死敌 背向的测试 都会一一给大家看到 而且下一集 还有一个很多人想知道的 惊人发现 试试两个人一拖耳的声音 就发现一样东西 原来 多严重 开了的时候 那现在 听一声 开始断了 开始断了 断声了 是的 证明了一件事 就是原来 只是可以自己用的 某情况 会有断声 再断了 喂 留下行不行 行吗 已经140米了 想知道是什么 记得留意下一集 过两天就有得看 我是Kijang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频道 记得订阅和分享 我们下集 不是 我们过两天再见 拜拜